大家好,我是三靖游 我现在在三西的寿阳南东村 这是个什么庙 师傅,这是个三观庙吧 那这个呢? 在这里面? 就在墙上写的这个字吧 专家们来也不知道这写的是什么字 这个字还真没见过 哦,这边也是 那这也是个庙吧 庙,但是上面的字咱们不认识 就是这些字,没有一个认识的 来咱们这块旅游的人 很多人都不认识的 就没有认识的 成了迷了这就 人家专家教授都不认识吗? 咱们越不认识吗? 社科院的人都认不得 哦,社科院的人来了都不认识 哦,我们同事就是社科院的 还认不得 哦,没人认识 这几个字 这几个字意思是早就有了 早就有了 那不是刚有的 啊,不是刚有的 那这个庙有了几百年了 哎哟,我妈还不知道 那几百年了 你要说这个庙吧 要是有个五百年吧 它也就是五百年写上的字 哎 啊,成都迷了这就 哎 老子的鬼子也挤了 你老子小管 把房子放在后来去 什么问题是咱们不认识啊 就笑了 你饶死了 哦,意思是认识这个 哦,认识这里面的字了 就给的钱了 哦 一个不行啊 都得认识了 那字多了呢 那咱能认识了 看这是个,是个道观了 还是个寺了 还是个寺了 还是什么了 就根据那就能判断出来 是吧 咱们现在也闹不清这是什么庙了 还是什么道观了 咱都不知道 三观庙边上这个就不知道是啥了吗 这不是一回事吗 不一回事 各是各的嘛 哦 五道庙 五道庙 你们村里的也没人认识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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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们应该知道 老人们应该知道 没有,看 不知道 那外面的老师 有网票够的也没人认识 所以别讲也不知道 就是嘛 就是别讲 他们偏后再去别讲 去了北京也没人认识 解释不了啊 成了迷了这酒 没人能解释得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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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